回到台湾棍团同步来分析整个案情 红案的最新发展的部分 当然要看到来自于军事法庭当中 今天接押停的一个状况 这个被押的这四位被告 包括了五四二的这个旅长 副旅长这个河江中 还有连长徐信正 当然还有大家最认识的范佐线 那么以及这个169这个借户室陈奕勋 四个人今天能不能拼交保拼成功 我们随时在这掌握第一时间的消息 范佐线非常的虚弱低头 但是看到是陈奕勋行驶的是监默权 许信正的部分的家属已经先行离开了 我们现在唯一还没有得到是 河江中的一个状况 我们同时同步在这边守候的同时 更要来看到 其实对于洪仲秋而言 旅长沈维志是不是他在五色里头 当兵最重要的一个大家长 但是他恐怕万万没有想到 发了五封的这个简讯去求救 但其实真正要关他送禁闭的人 居然就是沈维志 沈维志在整个案情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现在也被起诉了 但是他没有被收押 30万人交保 也不过就是跟那个六个 五四两六个人的罪名 通通是一样的 没有他的下令 没有他最后盖章 整个事件通通不会发生 所以请教有毛哥 你看6月23号的时候 我们讲到 其实洪仲秋回营 带着所谓不该带的东西 那么其实第一时间 就被弹运班给通知到旅长 第一时间他就知道 洪仲秋犯错犯规了 接下来就一连串的一个相关问题 林一记者会上 特别点他出来讲话 这是要他请军入翁 这是个陷阱 结果没想到 传了两封的简讯 六二七传简讯之后 他完全不看 第二天早上还假装的 找你来看看怎么一回事 但最后就是还是把他送禁闭 还有一个 6月25号 他旁边的侍从事 也参加了视频会 从一开始一路都参加 就是说我们讲现在讲叫代命班 我们过去叫警卫班 那你收假的时候都会收一些东西 可是他收他只是看你外表 你要回到自己的连队 才会去收包 但是没有想到他第一时间 这个警卫班就可以代命班 就可以把他照相手机 把他收出来 一定有人告命 所以当天的高情 刚刚好就是这位置 所以第一时间他就通报到旅部 旅长就知道了 所以才有6月25号 刘元俊说关他30天15天 我能关你30天我就不关你15天 刘元俊就讲了这个话 为什么刘元俊讲这个话 因为他是吕布莲的自然官 所以他要负责管这个 6月25号 沈维之的侍从事也参加了 视频会 视频会 好 视频会完了 到6月26号 这个洪仲秋去压车 他说这个洪仲秋到了没有 他要叫洪仲秋参加离音座谈会 然后沈维之特别点名 点完名以后 各位有没有看到 到了6月27号 6月27号各位 11点钟 差不多他们签和的关章 到和江中手上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 洪仲秋怎么知道 有人要关他禁闭 况且他还认为他体检报告 心腹报告都不过 是 下午中午的时候 他以为不会过 对 他以为不会过 但是他在10点钟 一般来讲 军中你很少10点钟 10点半 传这个人去 对 对 传简讯传给沈维之 当然他表面上是传给主任 那我相信 是沈维之旁边的人跟他讲 副旅长要签了 马上送到旅长的桌上 所以他就 赶快最后的求救 但是沈维之他没有召见 洪仲秋安抚群群群群 没有啊 并没有召见 他是请张志伟召见他去安抚 好 签完了10点不到 叫张志伟送他进禁闭室 所以就是说一连串 从6月23号到6月28号 我们算他5天好了 但是有很多被沈维之 关过禁闭的人 其中一个 他还高考及格 他在52旅待过 他还高考及格 他说他算是跟沈维之很熟 他说每一次 沈维之要关一个人 检核文件会把他找来 那唯独这一次 他就是根本不想见洪仲秋 然后他居然说 我的左右手都要关他 那禅宝主任也告诉洪仲秋说 我们都主张关你 各位有没有想到 这两个人的中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让沈维之决心教训洪仲秋 况且我的朋友跟我讲 沈维之他讲过一句话 给他惩戒 叫他头脑清楚一点 那换句话说 洪仲秋到底讲了什么话 因为他死了 也死无对证 但是沈维之应该自己把他讲出来 他为什么要关洪仲秋了吧 是 好 但是会愿意讲出来吗 今天我们新闻也告诉大家 这个沈维之去被传唤的时候 所有的军事法庭上的这些军检 问他说到还要 因为他是少将是将军嘛 对他立正好好的请教 少将怎么样怎么样 看到这样子 关键比你还高的人 我们说军方你怎么办得下去 这就是军方的一个文化 所以才说不断提醒说 这个应该移出来 一般司法机关来做省理 才能回归到真相 所以请教X先生 就你对沈维之的了解 这边评价 之前的人都评价很好 作业流程也照关 该走的 照起刚来了 时间该走要走 要关禁闭 还会把你给找来 好好的亲自约谈一下 重点是所有的文书必须备齐 我才要来关你禁闭 但现在就是说我们动机 沈维之既然决心要关红仲秋 最功 那个动机是什么 要不然为什么会把红仲秋 给送去送死 其实我必须说一件很客观的事 以他一个少将的身份 在武士良旅 他要去认识一个下士 或兵 根本不可能 他每天看几千个人 在那边走来走去 他怎么会认识红仲秋 所以说你说整个事情 从代命班开始被收到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解过 代命班的程序 你就可以很发现的是 这冥冥之中 感觉都是有一个刻意的安排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昨天我们有讲到一个 身心评估报告 你秀那个简讯之外 对对对 就是我秀那个简讯 那个其实在整个禁闭流程中 那个文也是要付给旅长看的 我跟大家回顾一下 那个身心评估报告 这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 当天身心评估报告 洪仲秋并不是去 武士良旅的新卫中心那边做的 那去哪 大家知道新卫中心 他其实就是负责新府那些 他最高指挥的是 政战主任带加油 但是当天其实洪仲秋 我在这边再讲的是 洪仲秋并不是去 行为中心做这个身心评估报告 他当天是由吴义族 把那个身心评估报告 带回连上给他写 让他自己填 让他在床 他就在自己的床上那边填 他填的时候旁边其实还有 其他人都有看到他填什么 其实我的证人跟我讲一件事 洪仲秋在写的过程里面 最后 大家知道那身心评估报告是不过的 他最后在最后附注那一栏 他也曾经写出来 他说自己有幽闭恐惧症 不适合去关紧闭 这一点他绝对有写 那你如果他都写了 你送上去这整个报告 当下大家整个五四两驴 现在人都知道 他是59分 危险係数99 不会过也不能关 那如果说你沈维智 最后看到的报告 是正常的 那中间这个原本的原始报告 到哪去了 你如果说重做 那洪仲秋有没有重做呢 没有重做又有一份 可以关的报告出现的话 那这不是伪造文书是什么 没错 但是说像这个推论了这么久 我们的节目不断的关注 中天新闻不断的关注情况下 这个部分我们军高检有查吗 至少我们在这份的起诉书当中 就是完全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一个发展 军高检没有查 那真相能够出得来吗 大家没有办法相信 所以没有真相就没有原谅 我们休息片刻了 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